沒有長官也沒有總統府 提前撥款慶賦24億元 海軍司令黃曙光責任一肩扛 棄居暴風 事隔兩個多禮拜 檢調傳喚黃曙光道案說明 5號上午9點抵達調查局南極站 本署檢案官為了釐清烈雷劍 第三期的撥款新台幣24億元的部分 是否設有這個步伐一案 於今日上午 傳喚海軍司令部司令黃曙光上將 國民黨立委爆料慶賦少東神通廣大 直通總統府暗示國防部高層施壓 提前起付未編列預算的 列列艦船殼脫模款項24億元給慶賦 檢調除了傳喚海軍司令黃曙光 軍備局長梅家術 前副參謀長胡展豪 總共16名軍官以證人身分出席 同時傳喚慶賦造船 王姓經理和高姓承辦人 還有三位是慶賦公司的 這個身關承辦人員 那有一位慶賦公司的承辦人員 他是請假是沒有到的 檢調傳喚海軍司令 立委徐永明也在臉書PO文 2015年行政院公文 慶賦陳晴函轉給警管會 上頭有檢太郎印章 徐永明質疑檢太郎看過密件 但立刻遭到反駁 大可檢視覺醒公文有無簽字 到底真的不懂行政程序 還是刻意污蔑指控 只是慶賦案這把火 犧牲陳主再多將官也交不息 唯有真相攤在陽光下 才能對全民交代 記者梁教文 HCV小組高雄不倒 記者梁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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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梁教文